哈喽大家好,我是二姐 今天分享一个鸡蛋特别好吃的做法 首先鸡蛋皮清洗干净 凉水入锅盖上盖子 小火煮10分钟 两根窝笋削出外皮后 再像这样削成一片片的 削的时候用力往下按 再从一边紧紧的转起来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 然后再放在盘子中 鸡蛋煮好后放入凉水中 这样更容易剥皮 泡凉之后再一个个的剥好 刀上沾上一些清水防粘 把鸡蛋轻轻的对半切开 再摆在盘子的周围做好造型 准备一把大蒜 将它搅成蒜末 蒜末是这个菜的凝困 所以尽量搅碎一些 搅好后倒在一个小碗中 加入一勺盐 一勺橙醋 两勺生抽 一勺香油 再搅一点小米娜 一点香菜 搅拌均匀后 我们的料汁就调好了 再均匀地淋在菜上 鸡蛋也要淋上一层料汁 这样吃起来才会更加美味 这个菜我觉得比吃肉还香 做法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厨房新手也能轻声搞定 想吃的话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 谢谢大家